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新北市淡水区皮岛里关怀据点 里长蔡郑中在日前举办了五场次的包肉粽体验活动 吸引到社区内许多大大小小的里民来参加 里长就说现在很多人都是购买肉粽来购买端午节 所以这次准备了许多的食材 邀请里内的包粽高手来教大家重温古早味的包肉粽趣味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新北市淡水区皮岛里关怀据点里长蔡郑中 日前举办五场次的包肉粽体验活动 吸引社区许多大大小小的里民来参加 有的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体验包粽 里长说现在有许多人都用购买肉粽的方式来过端午节 而这次准备了许多食材 邀请里内的包粽高手来教大家 重温古早味的包肉粽趣味 今天我们这个包肉粽活动 也有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嬷他们来参与 他们都说这个活动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意义很重大 他们因为现在很少人自己在包肉粽了 难得的经验 也有爸爸带小朋友来体验这个活动 让他们说端午节不是只有华龙洲去买现成的肉粽 还可以来这样子亲身体验 以下说包肉粽的感觉 里长表示为了要让大家在端午节吃得健康 要怎么吃肉粽才不会热量过高 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到了淡水卫生所护理长 来教大家什么样的食材或者是怎么吃才不会消化不良 顾好大家的肠胃 另外这一次由台电公司协助办理的活动 在现场也教大家怎么去节省电力 让夏天更省电 我们这边非常谢谢我们蔡理长在端午节的前夕 那特别来举办这次众叶飘香庆端午的活动 那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出来体验包种植的乐趣 那同时他也邀请卫生所的我们的护理长 来进行一些健康讲座 然后讲解一些健康的饮食观念 所以这个活动是真的非常意义 有意义也非常健康 那在这边也代表公所 祝我们所有的乡亲端午节快乐 由于现在端午节都是外出或者是网路来订购肉粽 拿回家里面加热 因此离长为了要让大家重温古早时期的 手工包肉粽的趣味与味道 特别准备了肉粽常常看到的食材 有瘦肉香菇花生等等 带着里内的长辈与小朋友一起来包肉粽 不仅是感受端午节庆的气氛体验 更重温儿时文化记忆 刺激认知与训练首例 期盼大家透过关怀据点的活动 来欢庆端午节的到来 记得手段一带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